2023普里森林竹登记日前正式开场 今年的竹登记特别结合山之城、水之乡、华之都、一之镇 以及剑之一五大主题来布置沿途的灯饰 也希望借此行销普里的观光以及产业 带动地方的发展 这次的活动结合我们普里山之城、水之乡、华之都、一之镇 剑之一四五种元素在我们的灯会里面做一个整体的展出 希望在这个哲学步道能够给来参观的民众体会到大自然的美丽 还有我们表现出来的这些花艺带给大家在新春期间有一个很好的去处 很好的一个夜间的旅游活动 先元素预称肯定普里森公所的用心能够连续五年办理森林竹登记 展现普里的特色 也欢迎全台的朋友在二月五日之前来到普里游玩 晚上也能够来到哲学步道参加森林竹登记的活动 大家新年快乐 非常欢迎来到普里独有的森林竹登记 我们普里镇长非常用心 每年都有举办这个竹登记 我们创作者也发挥他的巧思 让整个道路小路的竹登都非常漂亮 而且五彩缤纷 游客非常的惊艳 希望我们每次每年都可以举办这样的活动 县议员陈宇军表示 竹登记活动公所每年都会推成初心 展现普里的特色 今年的竹登记就特别与社区合作 来展现他们的作品 让活动变得非常有趣及精彩 因此也希望全台的民众 除了可以来到南投参观南投灯会之外 有机会也可以来到普里镇 观赏普里的森林竹登记活动 那我们也希望呢 我们主办单位振公所 每一年能够推成初心 像今年就有特别增加 我们蓝城社区一些长辈们 他们呢 把很多的这个撕贴化的方式 贴在这个压克力上面 然后透过灯光呢 给予不一样的一个效果 能让这些长辈们呢 更有一个成就感 那每一年的活动呢 都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那另外呢 我们也会更希望邀请全台湾的各个观光客 也都能够来到普里 除了来到南投灯会之外呢 也可以来我们普里 来洗脑这个森林竹登记 部委长排一圈肯定公所 办理主登记活动展现普里特赦 行销地方的用心 也希望未来主登记的举办 能够结合更多的在地特赦 进而能够帮助普里 观光产业行销带动发展 记者陈伟一 普里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